聽到 先來感謝聯合國的台會 來看他們的總辯論的第二天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 因率強調美國的打拼以後 這個台海和平反對聯合一邊 來改變現狀 這話是拜登 頭一次在這個聯合國台會 說到台海的局勢 美國總統拜登在這個聯合國台會 第一邊說到台海局勢 這是美國很反見 這個聯台重心對台政策的立場 拜登在這關 只因為報台言論 因應大家在討論 美中為了台灣的問題極力的過焦 拜登也強調 美國總統拜登對求強盾 聯合國台會總辯論第二天 第一天才友邦發言聽台灣了 說話立即跟博流 也希望聯合國體系 能夠接踏台灣 南總統創英文 立即是接見捷克參與意合謀團 總統除了感謝捷克 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也希望在這個委員主義 不斷的革命之下 台灣和捷克 能夠繼續合上到三天 德拉霍斯主席在此時率船來訪 更展現出理念相近 國家相互扶持的堅定猶豫 德拉霍斯也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也當民用蔡英文提出拜託 希望能夠開通台北到布拉格的遞行半期 希望鄉邊的遊客能比疫情進行更加多 據家綜合部讀